4月20日,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3月份失业率数字,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3.7%,上升至2020年1月至3月的4.2%。 就业不足率也由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1.5%,上升至2020年1月至3月的2.1%。 特区政府公布,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比较,香港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在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均见上升。 其中升幅较为显著的行业,包括建造业、教育业、运输业和零售、住宿及膳食服务业。 总就业人数由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376.88万人,下跌至2020年1月至3月的372万人。 同期的总劳动人口也由390.3万人,下跌至388.22万人。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,香港劳工市场进一步急剧恶化,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近9年来的高位,就业不足率是近10年来的高位。 总就业人数及劳动人口的按年跌幅,分别进一步扩大至3.6%及2.2%,两者皆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。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鸿斌表示,2019年香港社会发生暴乱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,对香港多项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干扰。 去年开始,这个社会事件令到一些重灾区的很多的餐饮服务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香港很多酒店业、旅游业都影响不小的。 这次疫情影响旅游业更加,连出团都没有了。 在两个双重打击之下,令到香港整体面临一个挺大的经济困局。 吴鸿斌还表示,据他了解,香港服务业、餐饮业等行业失业率已经达到8%。 他担忧因为经济状况转差,失业率高企的现象会延伸至其他行业,如出口贸易行业都将受到影响。 我们的优虑,失业率是会超过5%,甚至高到7%、8%都不定。 如果经济回复,缩不了的,很多企业目前都是保留着人财的。 在没办法情况之下,捱过了今年,明年都有机会裁员。 所以我们希望香港真的能够尽快回复以前的正常生活。 吴鸿斌称,特区政府日前已经推出两轮防疫抗疫基金,帮助了不少企业度过困境,减少裁员,有利于失业率的降低。